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的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 不知道如何选择呢? 我们想移民加拿大 不知道可以如何申请呢? 不用担心 我们丰业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 我们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 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 那你们公司有什么优势呢? 在加拿大升学 我们在多伦多RICC学院在港礁生处 面试评分一步到位 手续简单方便 而在RICC毕业的学生 更有90%升读当地名牌大学 那移民呢?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 雇主担保 专业自雇 创业移民 政府监督 用心及专业的服务态度 了解每位客人所需 用最适当快捷的方案 为所有学生及家庭 达成移民的梦想 查询热线 2757-0200 第四节 我们的回顾还没有结束 还有什么新突破呢? 今年 都比较散乱一些 其实你问我那个回顾 那个年度回顾 我觉得很多东西实在太比疫情去主义了 比到其他很多时候的发言 我想其中一个直接看到的就是 疫情直接影响了今年科学突破的质量 尤其是在一些其他 非医药科学层面那里 另外就有一些比较小一点的天文学上面的发言 就是我们比如以前 你现在基本上小学生都会读的了 一个太阳燃烧了之后最后的命运就是白矮星 有些就可能 重一点的星就会变成中子星 经过超新星爆炸 就变成中子星 然后甚至变成黑洞 有没有其他东西的呢? 那现在我们似乎今年也发觉到一些 比较新的组别的一些天体 是拥有一些我们过往发现 就是你看到的星体一些不同一些的特性 就是譬如有一些 我们透过有一种 打算到一种叫做Fast Radio Burst 就是它不停地是发射到电波讯号的一些天体 似乎它现在就看到它是由一些 磁场极强的一些的星体那里发出来的 而这些磁场极强的天体 强到的地步 基本上是不属于什么黑洞啊 中子星那类的东西 所以就被认定为是一种 确认到是一种新的天体 而现在我们找到越来越多的证据 是看到它们是怎样去形成 还有就是它那个讯号本身的结构是怎样的 就由那个天文学的发现 就似乎比较确认到这一类的星体的存在 我们认为越来越多 但为何会有这么大的磁场呢? 那这个就纯粹是它自己本身那个塔缩收缩 然后它那个旋转非常之激烈 那基本上呢 你预认了一些东西旋转得激烈 上面有电荷旋转得激烈 最后出来的磁铁就比较劲一点 就是用一个很天真的方法去想 就是一个电磁铁的原理 那它只要外面有些很激烈的离子的运动 就令到它整个东西自己本身的磁场就会很强 好的 那还有没有其他一些呢? 如果再数呢 那我很快再去看看 也都是跟今年那个诺贝尔奖那些有关的 如果大家还记得呢 今届诺贝尔奖呢 就是你看到如果在香港媒体上 一个华人面孔最开心的那个就是李嘉诚 就是李嘉诚 他不单只是拍一张照片 他只能录音啊 他真的很开心 自己可以贡献了 用他的资金贡献了一个尖端的科研 而那个科研是有用的 得很紧要 还要是最后拿了诺贝尔奖 那其实就 今届如果看回那个诺贝尔奖呢 其中就颁了给 Crisper Cas9那种技术 其实就是那个基因剪接技术 那基因剪接技术 那基因剪接技术 其实我们讲过很多很多次了 但是现在就讲的就是说 我们可以正式用这些基因剪接技术呢 来去真的去改造的基因 为我们本身身体的一些疾病 去提供一些治疗方案 那他也举了一些 譬如他这里 如果那个科学雜誌的回顾呢 他特别是举了一些 关于那些血液的病 对于那些贫血那些这样的病 如何去透过改造那些这样的 剪接基因 来去医治这些这样的基因病 就是 可以 这个我想不需要再重复多讲 他那种这样的贡献在哪里 但是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今年之所以颁到他诺贝尔奖呢 就是很正式确认这种基因技术的突破 就是在八年前这个技术被提出兴起 然后他正式变成一个实验室的技术 都在近这四五年就成熟 但是这个技术成熟 都变成一个真的有确切实际用途呢 就近这一两年 而这些用途正式变为一个临床的技巧呢 就真的在今年就到了一个很成熟的阶段 所以就被确认为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就是可以就是说这种 就不是一些天空流角的东西 就是我想可以想象就是 由今年开始以后的时间 可能 可能纯粹就是我们自己 周围见到日常生活里面一些医疗的方案 原来很容易都要用到这种基因剪接技术 那这样东西就已经可以就是说 由今年开始正式走入民间 我们有没有理由去预测 预见到就是有之一日 我们大部分的疾病 都是用基因的剪接方法去医治 应该这么说 他不是轻率地去做的 你一定要确保 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用 你才用这种方法 如果大家记得就是有人曾经 声称自己可以用基因剪接技术 来弄一个超级人类 弄一个胚胎出来 还要是说可以弄出来 它是可以对于海滋病免疫的 那这样东西就很快 当时就很快被硬了下来 还有硬了下来的原因 就是除了质疑它的结果之外 可能它根本没有做到在这里 没有自己吹水之外 那现在那个人都人间蒸发了 不知道他去哪里 好像在坐牢 但是现在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你用这些东西 你一定要证明到 没有其他有效的方法 你才可以用得 尤其是你要人去做 这个外滋病免疫 是不是一定要用基因改造的方法 还是现在用我们 还有其他一些 譬如甚至乎疫苗的方法 是不是 去搞定它 还有那个最大的风险危机 就是这些东西本身 改造了这些这样的基因信号 那个负载的结果 很多时候是我们未必控制到 就是未必可以manage到的效果 是怎么样 甚至你说肯负责 未必负责得起 这个就是我们反复提过很多次 就是这种基因剪接技术 衍生出来的那些道德问题 随着它已经变成一个正式的应用 更加多的这些这样的道德问题 还有那套用 什么时候才用得不用得 它的标准就变成一个 不是纯粹那个哲学 或者那些神学的人的考量 就变成一个我们实际上 社会上的一个考量 是 如果我们有时间 我们应该讲讲一个近乎特务的新闻 可以 大家知道俄罗斯最近比较低调了一点 但是很奇怪的西方媒体 发掘了很多他们的丑闻出来 大家知道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KGB的历史 KGB是否很喜欢下毒 我听过他们几次 比如说在遮尖尖尖刺穿别人的鞋 下了一种冰麻那种毒 是啊 另外 不知道是否跟KGB是否 见仁见智 很多年前俄罗斯有个很英俊总理 他以恶应中毒就变得很臭 那个应该是乌克兰 如果没有记错 是的 乌克兰 是的 但是你发掘这些手法很类似的 然后今次也有爆俄罗斯 是 是 亦都有人是中了招 似乎是被人落毒 那落毒就很多时候是一些 就是未必是细菌性的武器 但是很多时候是一些化学的武器 是 就将它放在他身边容易接触到的地方 然后让那个人 那个目标人物中毒 嗯 可能是死 可能是毁容 諸如此类 那样的东西 但是你发现很多时候 都是跟俄罗斯有关的 这种手法 就是不知道考核还是不考核 还有他们有证据的 因为他们 这些人很适合你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都用了放射性的物料 进入了人体之后 就那个死亡的过程是很痛苦的 是 是的 就是 如果说得任何放射性 或者是这个化学性的武器 和这些细菌的武器 都是可以死得很糊塗很痛苦的 是的 但是到了实际上 你要去应用的时候 这是很实际的问题 你如果想用一个辐射 去做一个这样的暗杀行动 神不知鬼不觉 你背一部X光机去射人呢 你背不背一部X光机去射人呢 就很不实际的 如果你要放射性元素 就是一些可能吃了下去 他会继续在身体里吸收牌 不回出来的那些 那基本上当是和它是和落毒的概念是一样的 就是和你给有毒的东西去吃的概念一样 那另外呢 如果是一些 譬如你说是细菌类的 你炭椎菌那些东西 你通常是寄信去的 你伸展带去施放是一个比较麻烦的 一样东西来的 那些菌你怎样飞 怎样吃 或者你可能把它放在那些食物上等等 那始终就是那个生物武器 本身有个保质期在那裡 就是过了不新鲜不用得的 挺麻烦的 那所以呢 比较轻巧一些 很多时候呢 你发现很多时候出现在一些叫化学武器那里 那那个的制剂本身 可能是需要很少量就可以了 和一整好了 你不刺穿它 它里面一直有效 那你譬如说那些生物毒素 那些碑麻这些 那其实它是有一些植物到提煉出来的毒素 那其实都是化学武器 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两者混合 那么 乌鹰那些你做了出来 基本上 但是它就麻烦了 你要吃 一路累積吃 是要吃 那个乌克兰那个 就应该吃了很久才搞成这样的 是的 那那个就后来知道 就是污染去饮用的食水的水源 那是令到它变得丑样 那样 但是刚刚现在这一单 白俄斯这单是很有趣的 俄罗斯当然死口不认 但是呢 以西方那边查到出来的结果 就是台长 可能你要帮忙提一提 就是说 就是这位人士本身呢 他当时被接去西方国家的时候 他是出现了什么症状 就是他应该是有些神经上的问题 是的 类似比如说嘔吐那类 就是这样的 就是总之就是 就是控制不了 是的 于是乎呢 你接他回来 你一定要诊断 那你第一件事 看看他有没有说 吃了一些放射性元素 那这个很容易查到 你查一查它 有没有辐射在身上 是吧 你查一查它 小变啊 大变啊 还有看一看它 就是过一过 就是人机 看它有没有放射性元素 飙出来 大约都知道了 那另外 查完辐射 那你就查 有没有细菌中毒 那你当然去查它 验血啊 抽一下一些内藏组织 看看有没有一些感染的病症 那排除了物理性 就是放射性质 和这个生物性质 那另外就是化学性质 那你就看看身体上面 有没有一些化学物质 中毒的一些残余在那里 或者是一些 就是其他受损 或者跟着你去查一下 去饮食上 環境上去哪里 会接触到这些东西 那其实也都是经过很长 就是一段时间抽屎剝减 那似乎 但是那个人士好像现在 都好像康复了 康复了 康复了 要捕一捕 就是它都很厉害的了 它所有的衣服 要全部要检测的 而且它运去柏林 那时候全身是裸体的 那这个是俄罗斯那边的要求 那很简单 就是它已经是将 就是在柏林之前 将所有的证据已经消灭了 是的 还有现在知道哪个病毒 这叫novocheck 其实你知道哪个病毒 你也知道是哪个情报部门去做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不需要 它好像不是一种病毒 还是一种制剂 是一种神经制剂 是在它体内找到的 现在 它应该不是病毒性的种毒 它是一种接触到神经毒 神经制剂的一种反应 它很有趣的 似乎就是 如果大家还记得 金正男他被杀 是都要被人在面上噴那些东西 噴了那种是一些 我忘记了那种神经毒气 是否叫VX 是的 VX 但是那种你都要弄成一个噴霧 就能够接触皮肤就可以了 但是你来远点私階皮肤 你要找人陷入它 最容易就用噴霧方式 来去噴它 OK 但是如果那个人 你不想在面前接触到他 你想很间接地去下毒的话 那现在似乎 估计到就是说 他应该就是在一些 比较贴身上 最贴身的那些衣物那里 就下了毒 就下了一些固体的结晶下去 就是呢 现在就怀疑 就是应该是他的底褲中毒 是的 底褲中毒 他基本上拿了底褲 回来 假装洗干净 但其实在上面 灑灑灑灑的那些 灑一些盐 但那些盐 就是神经毒的结晶 不是的 你不觉得好像周星驰做的那套戏 没错了 你现在狠狠那样 灑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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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一些热的地方运动下 走一下热 你出汗 那你的汗 就会将那些 那些结晶 溶了下去 嗯 就令到你接触到一只 液体的神经毒素 于是乎 就可以透过皮肤 或者透过你身体 敏感部位的皮肤 滲入 嗯 接着就影响到你的身体 嗯 其实现在 他们认为 那个进路就是这样 因为你如果 审在外套里 他未必碰到的 你 你省哪件衣服 他最一定是碰到 令他最周身不自在 一定中的 一定是底裤 OK 男人就说 他不戴胸围 他就是穿底裤 多数就是说 他在底裤被人摸东西 于是乎 就中了这种神经毒素 这个素 俄罗斯的特工那种 创意 就是 落毒的方法 层出不窮 之前那个 就已经是 在水瓶里 他在酒店里 拿过水瓶 喝了 接着就 中了招 再之前 那个很出名 之后死去的 就是在寿司上面 但那个寿司 不是说外卖 是一间寿司店 你想想 这个 这个落毒 真是几高手 就是 就是 这个就要追踪到 他们那种 如何去探知 人家的生活习惯 去找一个叫做 最大几率 命中的一个方法 那他们一定是设计了 很多的方案 那可能 甚至乎他们 自己本身也是 对参考之前的经验 是有些防御 例如 他一定不喝自己 家里的水瓶 那些水 他宁愿在外面 去外面的超级市场 大家都会买那些 装水 他就买那些 可能是这样 但是 他家里 空气也很流通 又做足消毒 那些东西 又不会乱乱自己碰 但是 有些东西 你不可以不碰 就是自己的衣服 可能找这些方法 那些衣服 可能最后 你最后搞到 可能下一个你要避 你就说 底褲都不穿 来去避这些东西 都不奇怪 搞到要 但是你一听到 这样的方法 那么层出不穷 你自不然会想到 就是 你一让他恐吓你 或者成为他的目标 那种 我相信那种 那种精神压力是多大 你多难 不会疑神疑鬼 就是每一样东西 你都怕是 可能在俄罗斯的特工厂里 下跌了 是 而且这件事 可以说这几十年来 是没有停过 就算由苏联变了俄罗斯 你发觉它是继续有效地运作下去 是的 那我们今年的科学生肢 就完成了 我们都 暂时我们都做了很多很多年的科学生肢 我们都不知道多少 但是 五年了 由2015到现在 但是你想想我们 那些科学的发展突破 是多么厉害 就是 我们最初做 我们当是一个科学生肢 去说 变了很多东西 今天都成真 那今年我觉得最成功 就是最应该要成真的 就是我们很早已经追踪疫苗的发展 是的 那希望是真的去明年 当然大家是要等 但是就 就是希望大家都保重平平安安 就是齐齐整整地逃出这个2020 那我们就应该就可以明年 当然继续 网上继续见 那大家 就是 就是 我争取的机会 可以就 但是现在我们还在隔离中 是的 但是现在我们还在隔离中 是的 我们是网上隔离中 但是呢 大家都记住了 我们就是 距离现在 年尾还有一个星期 我们下星期就休息 那在节目主持人 就呼吁大家 就多多支持 myradio和这个节目 那支持的方法 不是纯粹口说的 也都不是 我们不单只需要有精神上的支持 我们总是需要有实际上的支持 所以大家就 有patreon 交月费 是的 那我们2021年再见 拜拜 拜拜